朋友们好啊 今天是2022年的1月28号 星期五 我们在 说昨天最热的网络流行语 昨天最热的网络流行语是什么呢 手术师里头全是钱 昨天晚上看了一大波的评论 今儿早晨又浏览了一些 可以说千夫所指 网民们被东莞的这个康华医院 这如此坦诚的告白 给激怒了 招了东莞康华医院 作为中国最早的获得批准的民营的三甲医院 在曾经是亚洲姓都的这片东莞的沃土之上 破土发芽 茁壮成长 赚得盆满钵满之鱼 还不忘在中国的大年来临之际 公开的表达自己的最根本的诉求 这有点像他的许愿啊 我们衷心的希望 他们的愿望落空 因为他们的愿望都实现了的话 那就是中国人民的苦难 那么众多的评论里面呢 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李光万先生 手术水里全是钱 我们社会已变得如此 赤裸裸吗 这个问题 这个问号打的要讲政治 李光万先生 到底是体制内出身的人 时时不忘讲政治 我们当年 做媒体的时候 我们脑子上顶的第一个天条 也是要政治家办报 要讲政治 1月26日 一个挂有横幅 虎虎声微迎新年 手术实力全是钱的 医院聚会的视频 出现在了网上 立即引爆了网络 引发网民的愤怒和声讨 为此27号 东莞康华医院发布情况说明 并向社会盗窃 如此豪横 要让手术实力全是钱的 东莞康华医院何方神圣呢 康华医院2002年9月筹建 2006年正式开诊 是广东乃至全国首家 被评为三级甲等医院的 民营医院 也是全国建筑规模 最大的民营医院 东莞要不就不干事了 刘志庚就是作风 刘志庚就是作派 要不不做事 做咱们就惊天地 就气味着 你就搞大方了 光有几个妓女和战妓女算什么 我们一定要把她做成亚洲姓都 玩一套这个标准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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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的管理法 就是管事服务 叫什么就是 国内应该叫什么 IS2000吧 当年有什么啊 企业管理的那套规矩啊 你看人东莞玩性 卖肉都能搞出什么呢 搞出了 管事服务 民营医院也是这样子 你想2002年筹建 2006年开展 那时候中国 这样的民营医院 或者说如此规模的民营医院 后来还被广东和全国首家 被评为三七甲等的这样的民营医院 那当时不就是先锋吗 哎 人家就能干出来 不敢干出来 建筑面积 建筑规模又是全国最大 有志气 手术实力全是钱 加上张开雪门大口的虎虎声微 组合在一起 主动的向我们展现出了一幅 当今医院现状的道德图景 医院在公开说明信中 称他们的半院宗旨是 苍生为念 厚德载医 可虎虎声微的手术刀 和塞满了金钱的手术史 何曾有那么一丁点的苍生 苍生何曾 有一丝一毫的厚德 古人云 只求世上人无病 不怕架上药生臣 古代的医者尚且知道 只愿世人 世上无病人 不怕药柜上落满灰尘 古人尊称大夫 这个职业是玄弧济世 是救死扶伤 而今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赤裸裸 堂尔皇子的打出手术实力 全是钱这样了 大夫的标语 可见金钱至上 一切为了金钱 一切向前看 应该把太太平那句话 放上去 的思想意识 对于我们社会 机体的腐蚀有多深 对我们灵魂的污染 有多么严重 所谓苍生为念 所谓的厚德载医 已经沦为了一个笑话 可以说 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也是所有具有医者 人心者的耻辱 现在 你满中国你找找去 还有几个 有这个 医者 人心者 有 恐龙 而这样的恐龙呢 早已经 饱受伤害 不知所终了吧 比如说 2021年的4月份 北一三院肿瘤内科的医生张玉 在网上发出万字长文 这是去年年初的事 轰动一时吧 大家还记得吗 揭露医疗行业的乱象 揭露我们医院 为了赚黑心钱 而对一些癌症患者 进行完全不必要的过度治疗 甚至是有害治疗 致使患者家庭 人才两空 他说 医学行业利用患者的无知 和信任赚钱 就叫道德沦丧 这样的医生毫无灵敏之心 只有虎狼之一 呼吁 张玉 张玉就呼吁 请求国家早日设立医疗红线 遏制肿瘤治疗中的不良医疗行为 是啊 过度治疗 有害治疗 你得的病越重 你花的钱会越多 为什么呢 他根本没有 没有一丁点的红线的意识 不过度 不足以榨干你身上的最后一滴血 不做有害治疗 不足以 碾碎你身上的最后一个骨头渣 中国的医院 现在就是他妈一卖肉厂 中国的医生 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中国今天的一个特级优秀销售员 扎兜的这样的一个群体 你看中国的医生 那卖药卖一数 那赚钱数 啊 我估计他妈的再好的传销公司 那些优秀的员工都不如他妈的中国的医生 我一看这些东西 我心就痛 我还是以前跟大家说 我的一个亲人 当年就是一个 癌症患者 就是一个妇科癌症 最后经过了 因为我们对他们的信任 因为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的 各方面的 这这这 这个支持 帮助 所以引发了医院 从科主任一直到医院院长的 全方位的关照 最后 经过三年过度的有害的治疗 最后 我去 给他办死亡证明的时候 人家科主任给我拘离工 说对不起 没想到这个事 给你们家带来了这么大的麻烦 从张育揭露的医疗行业乱象 到康华医院 手术实力 全是钱 让我们看到了 这个本该是救死 救死河伤 悬壶济世的职业 在金钱至上 思想渗透 寝食 摧残下的精神堕落 和道德坍塌 由此 我们的医院变成 龙库无情的商人和资本家 手术实 成了绝金捞银的淘金茶 有网友说 手术实力全是钱 这句话 道说出了大实话 道出了看病贵的实情 医护人员不能只看到 做手术能挣钱 而应该看到手术实力 是患者沉甸甸的救命钱 血汗钱 要看到每台手术的医疗费 是患者的沉重负担 还有评论说 病人到医院就诊 不仅要医治身体上的病痛 也是解除精神上的痛苦 作为手术病人 不少相当危重 不得不通过手术去挽救生命 他们的痛苦 悲情可想而止 而在东莞的康华医院手术室 医护人员看来 手术病人成了他们的裁员 乃至于在年终总结大会上 兴高采烈地拉起了横幅 嘚瑟 炫耀 喜悦 完全无视手术病人的痛苦和悲情 还有 有没有一丁点的医德 这哪是东莞康华医院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这是整个 今日特色中国的 所有医疗行业 每一个医院 每一个医院 每一个手术 十里的 每一天 都在上演的 每一幕 一个科主任 一天最多的时候 做过十台手术 亲口给我讲的 最少也得五台六台 一个手术最少的红包也得给一千块钱 这是少的 正常两千三千是非常正常的 我告诉大家 我就亲手给过一个医生送过五千块钱的红包 为了一个手术 你还不包括麻醉师呢 麻醉师一般给个五百八百 我给过两千 我实话跟你们说 我也是罪人 中国的医疗 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的医生堕落成今天这个样子 中国的医院成了屠宰场 我有功 我都曾经为他们做过贡献 我们都有罪 我想我们的社会需要保持基本的功序良俗 保持基本的天理人论 保持基本的道德底线 如果失去了这些 大到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 一个社会 小到一个企业 一个家庭 乃至像康华这样的一家医院 如何能生存 如何能维持 如何能长治久安呢 那李宝宛先生还是比较纯洁的人 改太多四十年了 不就这么一路走过来的吗 不就是打破了最基本的功序良俗 打破了最基本的天理和人论 打破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一步步特色中国就走到今天了 他就生存到今天 他就维持到今天 你说这不叫长治久安吗 人家还要开启第二个百年的 在充满金钱 而不是就死负伤精神的手术室 在塞满金钱 而不是医者人心的手术室 这些医者 又如何能够心安理得 他们心安着呢 他们心安理得着呢 现在的医生 你要是一个外科医生 你要不是几千万 这个财产的话 你要知道医生的财产都很纯哦 基本都是现金哦 那你基本上白混了就 在国内 一个省会级的副省级城市 就是一个省会级的城市 一个三级甲整医院 一个科主任 有几个医生太轻松了 太轻松了 你一天就平均五台手术 他做五天 你就一个手术 就一千块钱红包 你算上多少钱 星期六里边 千万在到各个地市去寻找 去做做专家 现场指导指导 甚至亲自在操操刀 再嘎他几个 抱持包住 飞来飞去 一个社会 一个社会的一个社会的公务员系统 就是政府官员 一个教师 一个医生 这三个家伙要是坏了 这个社会他妈他要是好社会 你是不是他妈喝多了 这社会就烂到什么程度 烂到什么程度 中国的医生 让中国的很多贪官污吏们 看着都觉得他妈的 这个醋意横生 就他妈你们这钱来的 也不比我们那么难呢 是不是 然后我们他妈的一点好评声都没有 你们他妈就这么黑了人家的钱 人家还对你们千恩万谢 这帮家伙 以后他妈都下地狱 我告诉你 下地狱 小鬼都饶不过他 在这个已经深陷金钱之中的社会 更可怕的恐怕还是我们这个社会人心不古和道德沦丧 我们社会对底层民众 对弱者 对老百姓的冷漠 这两天让网民深感愤怒的刘薛舟被网报致死的事件 就让我们看到了被资本控制的媒体 被资本控制的网络平台 对一个15岁少年进行无情的冷暴力攻击 一起杀死一个纯真纯净充满爱心的少年 冷漠 他提到这个词 我觉得是准确的 就是对于老百姓 对底层民众对弱者的冷漠 我前几天看过一个视频 北京是丰台区 那样的一个视频 就是在一个公开的那样一个像接待大厅一样 然后长长的一个大搬椅 后面几个这个大老板椅 这个大搬台 后面几个这个大老板椅 就那种特厚实特壮实那种 端坐着15位丰台区的政府官员戴着口罩 前面的空地上围了一堆的这个群众 其中一个一个大嫂 甚至都可以叫大妈 白发苍苍的就在那控诉她们 说他们夏天你们就应该做的这个事情 就应该解决这些 到现在冬天了 输酒寒冬马上要过大年了 我们还来找你们 你们还不给解决 老太子说他从他妈的室子 他从大清过来的 从大清过来的 然后从三环走过去的 到了这个办公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就说你们也有父母 我们这么大岁数 我们老年人 你们也有父母 你们也有自己的家人 你们就这么给我们办事 你们就这么当官 就这么服务 最后的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 你只听到旁边的一些群众 跟着叫好 你就没有看到这个大班台 后面的这些政府官员们 表情有一丝一毫的变化 最后的这个老太子 老人家说到激动极致处的时候 竟然跪下 而他这一跪 所有的政府的官员 立马起身 马上就要离开 就要脱离这个现场 你就看一看 你看一看 他们冷漠到了什么程度 那是对待他妈的公民呢 那是对待北京市市民呢 那是他父老乡亲呢 那老太太一张嘴 满口子经腔经运 那是北京人呢 最后这一跪 像七条案有口令一样 立马起身 拿着工人包 拿着这个文件夹 转身就走 所以共产党的腐败 捞了金捞了银子 然后玩几个女人 什么这个东西 包括政治 所有的政治腐败 这都不是最深的 最透的腐败 最深透的腐败是什么 就是他们的 已经是他妈的 这个这个兵一样的 这样的一颗心 这些公务员们 这些共产党员们 这些领导干部 他们的这种冷漠 你就习近平在天门成龙上 你就喊一万句口号 你也解决不了 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面对群众的 这些基层公务员 包括各级领导者们 他们那个 那颗冷酷的心 这才是决定 这个共产党到底能 还有多久生命的 最根本的因素 就相当于相对于胡汉三也好 南霸天也好 他们毕竟 他们不是冷漠呀 是不是 他们露出了獠牙 是不是 他们张牙舞爪 他们 我反动 我就是反动 是不是 我胡汉三又回来了 怎么的 我就要杀你们 我就要剥夺你们的一切 他坦诚 他不装 他不伪视 在这一点上 他有极其反动的真诚的一面 但是你看看今天中国共产党 这些人 他们挂着共产党的招牌 他们比南霸天都过无不及 冷漠 共产党人 到共产党整体的这种冷漠 这是杀死共产党的 最透彻最灵力的 最后的那一把刀子 你不冷落冰霜吗 好 你真冷冻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中国人民真被激怒那一天 太容易了 你要滚刀肉不好整 你要是冷酷的那种程度 你成了一撮冰 好 一榔头下去 你会粉碎的 你就会粉碎的 李光晚最后说 我们曾经喊出救救孩子 面对这赤裸裸的手术实力 全是钱的叫嚣 面对网络上 对一个孩子毫无道德心的冷暴力 面对我们社会道德底线的丧失 我们一定要大声喊出 救救医生 救救医院 救救记者 救救媒体 救救我们社会 李光晚 做过这个行业报的总编辑 体制那个人才能喊出这样无聊的话 还是那句话 还是那句话 你应该喊救救共产党 我还是那句老话 归根结底 这是什么 这就是万恶的改革开放四十年的邓小平式的改开的政治路线 接触的一个又一个的硕果 这个根本的政治路线 你不把它彻底的 把它打倒 不做对这个政治路线 反动的政治路线 不做彻底的剥落反正 说什么 一切都他妈是空话 一切都是声音 无力的声音 再不从根本上 做这个最根本的大手术 不要让康华医院的医生做 让习近平操刀 再不做这个根本的大手术 再不他妈的痛彻的 这个这个这个 反省 推翻四十年错误的改革开放的政治路线 大家就拭目以待 就看看他们 就拭目以待 你就看看他们还能不能生存 中国这个社会 还能维持多久 还能否真正的做到 长治久安 也可能 四十年都过来了 就不差后四十年了 中国人嘛 有口饭吃 你便安好 所以共产党今天不就扶贫吗 所以不就是到哪儿 包括习近平到哪儿不都是 啊 世界上老林子到了 去掀开锅外看 你有吃的 好 穿得暖吧 穿得暖 好了 没问题了 走了 他们是人 他们不是猪狗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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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